請兩位幫我們來介紹一下身上在Cosplay的造型特色嗎 今天我要介紹我呢 我是角色髮師 那我在裡面呢 因為我是比較神秘 所以我大多數的顏色啊 我都是用紅色 然後用皮革的方式 就是呈現一種比較現代感的髮師的感覺 那在一個團隊裡面呢 一定要有一個髮師 因為髮師呢 可以幫助我們整個團隊的戰鬥力提升 所以我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哦 所以是髮師的部分 那艾雅呢 我是魅惑血魔 魅惑血魔 一定要加上魅惑兩個字 一定要魅惑 因為她其實是一個比較殺手級的角色 然後可是她本身呢 又是吸血鬼 那吸血鬼之外 她又有背著十字架 所以她其實是一個衝突的角色 可是呢 她的功能就是可以自己補血 又可以攻擊 有時候還可以幫助隊友 所以我覺得她是一個CP級高的角色 哇 好像呢 不管是血魔還是髮師好像都非常好用 而且我的那個打扮啊也是 跟我想像中的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原本想說血魔應該是 比較恐怖的感覺 可是後來看到衣服就發現 它是有一點點 加上一點點女神的Fur 我覺得 哦 女神的感覺 因為有一些白衫啊 然後又是配一些藍色 我就覺得 嗯 看到衣服就覺得好美喔 真的 你看到妳自動就會撤退 對 她這招有沒有用 有 看起來真的是滿厲害 那我想問一下喔 因為其實像兩位啊 剛剛我們有看到那個護後花絮的部分 看起來應該是女神級 可是怎麼會有一個法師在騎腳踏車 那麗瑟妳是怎麼一回事 要不要跟大家說一下 沒有 因為我本身也是比較想說 欸 那竟然都收工了 輕鬆一點娛樂大家 就是告訴大家說 欸 法師不只你知道法力高強 在平常日常生活中 也是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包括騎腳踏車 對 包括就是跟朋友一起約出來 就是玩 對 我覺得那是非常的OK 我感覺是一個非常近距離 非常親民的一個角色對不對 那艾亞部分 那棒可經感覺 是不是有一點不太適合女神 這個感覺 不是因為你知道大家工作累了 然後一開始攝影師就要求我 一定要很性感的魅惑 其實我私底下就是沒有 不太有辦法魅惑 然後後來摸到這個時候想說 嗯 好像以前錄什麼 過年特別節目的時候 有辦過棒可經 然後就覺得它似成相識 似成相識 那看來只有女神那個 美麗的外表之外 內心其實是非常有同趣的感覺 對啊 我們都是